就像大家的画面所看到的那样 这就是一条典型的工程问题 这次你会看到有ABC三个水龙猴 为了要令到大家 站在一个set问题的角度去想 为了令到大家可以 起码找到一个更确实的答案 不是很飘浮的 现在不是算不定方程 不是很飘浮的答案的话 是否起码都要设三个条件给你 那你才可以找到ABC 那他们如果独立去工作的话 那需要多久呢 所以这就是一般工程问题的难点 那它Condition多 那有时如果不小心的话 那如果大家可能专注力不是太好的话 那一般都会有问题出现的 那我们今次就看一看关于这个水池的问题了 那这个讲了很多了 那我今次就用一些生动一点的方法去介绍的 那它就讲到有三个水龙猴 那一个叫A 一个叫B 一个叫C 那很简单的 你看到这个图都是这样的 那A、C 不是 sorry A和B 都是入水的 那即是呢 如果你全开A和全开B 或者是随便开哪个都好 那它呢 都是会 fill up这个厅的 那就像大家看到的画面那样了 那但是 如果呢 我们今次是不开 记住啊 如果是不开A 又不开B 的话呢 那只开C 那因为C呢 你看到画面都是这样的 是一个放水的位置来的 那如果只开了C的话呢 那 那 水呢 那就会跌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然后呢 就根据回我们刚刚看到的题目呢 那就是时候 又是 为了方便我们处理 那我们也是会采用列表的方式的 那 那 大家都是想继续的答案 就不要那么容易计错而已 对吧 那 遇到一般 关于工程问题的话 那 那 它经常都会问到我们呢 究竟如果 A啊 B啊 C啊 那 要独立处理 就是 就是 好像画面看到的嘛 如果 全部都不开的 我只开 这个水龙喉 A 那究竟要多久才会fill up到你整个厅呢 那 那 又或者 如果整个池满了 那 我开这个 我只开水龙喉 有其他一支都关掉 我只开水龙喉 那究竟要多久 那 整个缸的水才会放光呢 那 一般都会这样问的 那即使 它就算不这样问 可能 到最后 我假设 如果我只开 A B 那究竟要多久才可以fill up到整个厅呢 那 但是 如果我 要计 只开A B 那 有一般的做法呢 都是需要 我们单独找到水龙喉 那 才会计到整个数 那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条数 怎样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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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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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条就讲机器怎样做 我们集中想知道这个Efficiency 机器的效率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我们会有一条金科玉律 又是效率乘以这个时间 就等于机器 这次就是水龙侯的工作量 我们看看 我们就假设A 如果它单独运作 它就要用X这么多的小时 去 fill up整个厅 B就要用Y这么多小时 去 fill up整个厅 C呢 你记得水龙侯C就是放水 那它就要用Z那么多时间 去放一缸水 而工作量 我们惯例一般都会 做1 这里填个1,就是填满了整个缸就是1 B呢,这个又是填满整个缸也是1 C呢,放满整个缸也是1 但是呢,我们为了要分辨清楚究竟哪一个是注水进去 哪一个是放走那些水呢 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个符号 既然注水为注水的工作,我们叫1 也就是正1,加些水到缸里 那放水当然就是减1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正负好的方法分清楚究竟缸的水是多了 还是少了 这种正负的方法在数学或者物理上有特别的名称 这就叫向量的,那这种就迟些再说了 那这次呢,我们集中回工程问题 那让大家知道究竟为什么会有一个正负在这里了 那由于时间呢,它不会有正负的嘛 所以我们就只可以在它的工作量上面那里做手脚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它们相对的效率又会是怎样呢? 那既然效率乘以时间就等于工作量了 那这个就呼之欲出了 只要我们将这个工作量随以这个时间呢 那我们就会计算到每一件东西的效率了 那所以这个Pipe A它的Efficiency就是1 over x 那而Pipe B呢,就是1 over y 接着Pipe C呢,就是1 over z 的负 对了,不要漏掉这个负 就是负1 over z那么多的 那跟着呢,那根据题目的条件呢 那我们可以拍这些东西下去了 那首先,我们看看这条题目吧 那它说如果开A、开C的话 那要用多久就feel完呢? 开A、开C的话 它总共需要2个小时 那我在这里填上了 这个是题目有的 就是叫做以知条件 2个小时就feel完 feel完就是正1 就是填满了整个缸 开B、C呢,那就慢点 那就需要3个小时 那都是feel完 那如果一个缸满了 记住一个缸满了 满了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是情况1 就是题目所讲到的第一个case 那这个是第二个case 那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是题目的第三个case 那先讲,如果缸满了 接着开始放水了 那我先打开 这个水龙头C 那然后就放水 放了7个小时 那这个一定是7的啦 放水放了7个小时 那然后刚好在7个小时之后呢 那放水那一部分呢 就暂时在这里 即是怎么说呢 第一部分呢 工作就完成了 那接着它工作量是怎样呢 那我由一缸水放了7个小时 那我其实未知放完没有 那我们就知道有水放了 那我们就知道有水放了 那这个我稍后再讲会变成 那在7个小时之后 exactly呢 那我就会开了AB的 那开了AB呢 我就知道开了AB之后呢 一个小时之后就满了 那这个暂时都未知的 那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efficiency是怎样的 那A和C一起工作的话 那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efficiency是两部机 一起开行了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efficiency 加上这个efficiency就搞定了 那所以呢 那这个efficiency这部分 就很容易计 就1 over x 相对地 这个a加上这个c 就是减1 over z 就是这样了 那bc一样 就是1 over y 就是减1 over z 就是这样了 那而c这个efficiency呢 就是负1 减1 减z的 那最后了 abc 那abc三管齐下呢 当然就会不少得有 1 over x 加1 over y 减1 over z 那有一块这样的东西 那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了 如果我们说c 这个水龙后 operate了7个小时的话 那 那 他的工作量当然就是 7 乘以 这个 负1 over z 那 乘就不要写个乘号 用括弧啦 那最后呢 用了1个小时 那用了1个小时呢 那他就fill up 整个厅了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 1 乘以这个东西 那就是 1 over x 加1 over y 减1 over z 那就是这样啦 那结合了题目 我们有的已知条件呢 那记住 讨论了一件事啊 刚刚忘了 讨论了一件事呢 就是 在这个第三种情况啊 本来呢 那个厅呢 就是那个缸啊 那个水缸呢 那就是满了的 然后 我们就 开水龙头 c 那就是放水 放了7个小时的 那呢 但是题目 是没有告诉我们 究竟放这7个小时里面 是放了些水啊 还是还没有放了些水的 那我们就会分两种情况去讨论的 接下来 如果大家跟回我刚刚看到的那个表的话呢 那 就会看到如果A和C这个水龙头开了之后呢 那 那刚刚将那个Efficiency 整个Operate的时间呢 那么 他们用两个小时 就可以fill up到整个厅了 那 就是这样列这条式的 那 如果B加C的话 那他们就会用三个小时呢 那 你看到分子的部分有三了 那 Operate的这个Efficiency呢 那两个小时整 那 就可以fill up到这个厅了 他们用三个小时就fill up到一个厅了 那 而至于 最后的那个情况呢 那 那 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究竟 七个小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那 如果那个厅 那个 水缸 很大很大的话呢 那 有很多水的话呢 那 也就是 我们用七个小时 都放不完那些水的话呢 那 那 这七个小时里面呢 那 它只是放了它应该有的部分的 那这个呢 就只是这个 C Operate的部分啦 那 那之后呢 后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 三个小时都开了 那 那 也就是A加B加C 那时候出现的情况的 那 那你见到的Efficiency 就是他们这样加上 那 那 而用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那 就是 整个小时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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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放了七个小时 之后就是三个水龙喉 七个小时之后 三个小时之后 三个小时之后 你看到就是A的Efficiency 再加B的Efficiency 再加C的Efficiency 三个小时之后 三个小时之后 你看到分子的部分 全部都是入 一个小时之后 水光又满了 而至于 如果 七个小时之后 是放了水 即是它本身就不太多水 七个小时之后 C就已经放了水 到头来 我们只不过是 填满了一缸 油帽变成油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 这七个小时之后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只需要集中计一计 究竟由一个 没有的水光 全开三个水龙喉 究竟用多少时间 可以fill一回 即是用了一个小时 那我们就可以计计一下 究竟 只是 因为这个题目 到头来 问来问去 它最想关注 或者这样说 最想我们关注的 就是 只开水龙喉A 只开水龙喉A 单独一个A 究竟 要用多久才可以填满整个水光 那就是这样 之后就变成代数题目了 那我们找的东西 就是 就是和X有关 也就是1 over X 那 那 为什么是1 over X 那 你看到呢 由于这里全部都是 那些XYZ全部 都放在坟墓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计算这一类工程问题的人呢 一般的做法都会喜欢 将这些1 over X 1 over Y 当是一个Quantity 这样看的 那就不会特意拆一个X 或者拆一个Y的 是到最后最后的一步才会这样做的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有这条 那我们可以怎么化呢 那就可以 踢走一个2 也就是1 over X 加1 over Y 这个东西呢 就会等于 整条式除以2 就变成二分之一了 那下面那个部分呢 就一模一样的 1 over Y sorry 我正在做梦 这个是1 over X 减1 over Z 那下面呢 就是1 over Y 减1 over Z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三分之一了 那有了 这里有一条式 两条式 那下面 因为要分情况啦 所以我们要分开讨论了 那这里有一条式 两条式 这个是第三条式 那1,2,3呢 拍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算了 那然后我们1,2,4呢 拍在一起 又可以算了 那发觉呢 算完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两组答案而已 那第一组呢 算到出来呢 1 over X 就等于 23 over 30 你看到 这么多的数字 加在一起 又要整来整去的话 那那些分子分母 有点奇怪 是不奇怪的 那所以呢 出到来 X 就会等于 36 over 23 那如果1,2,4 拍在一起呢 那便会算到 1 over X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 2 over 3 那我们拿回倒数呢 那X就呼之欲出了 X就会等于 3 over 2 那虽然差一点点 那但是呢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数应该是 约摸是过半钟左右的 那那 也就是大概 用回过半钟左右 那三个水龙后 operate 一起 同一时间operate的话呢 那就可以fill up 整个缸了 那条数 关于工程问题 尤其是这些水龙后的问题呢 基本上都是会遇到的 就是整天都会见到的 那具体做法呢 来来去去 其实都是这样做的 而已